西蒙政府执政将近一年半 承认同考文凭迟迟没有下文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尼可敏认为 只要巫统和伊斯兰党停止山峰点火 和荼毒巫义社会抹黑同考 那他相信政府一定能在任期内承认同考 西蒙承诺执政之后承认同考文凭 但是至今都还没有兑现诺言 华社不满的声浪越来越大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尼可敏 今天在霹雳金宝 移交华校拨款支票时 就把矛头指向刚刚签署合作宪章的巫统和伊党 只要巫统和伊斯兰党不要再继续去散风点火 不要继续去荼毒马来社会 我们相信西蒙政府将会在这个任期内 承认独中同考文凭 我们收到的就是说他们抹黑同考 是台湾的教学制度 其实这个根本是牛头不对麻醉 尼可敏狠批伊党不止通过代表大会 提案反对政府承认同考 伊党妇女组甚至公开要求政府关闭全国华小 无视华小和弹小使用不同媒介语 但教导同一个刚要的事实 我必须在这边强调的是华小如今已经是全民学校 今天华小有53万学生 其中20%到24%都是有族学生 也就是马来人、印度人和土著同胞 还有这一个原住民 尼可敏认为一旦乌医成功执政 我国势必走回保守路线 到时候华教将好景不长如昙花一现 因此政府公平对待华校和各原留学校的同时 国人必须居安思危 尼可敏强调 西蒙实施的政策 自在让各原留学校百花起放 公平对待各校 因此华小、半津贴华小 甚至是独中都开始落实制度化拨款 而今天金保共有六所华小 一所华中和两所教会学校 获得教育部特别拨款70万5000令吉 有校方透露 新政府上台至今 已经拨款将近4000万令吉 给新建华小 实现我国前所未有的壮举 证明西蒙政府中庸开明